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金基奖专访盛况 粉丝携手分享温暖正面能量 在此次访谈中 王一博坦率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经历及未来的展望 这让粉丝们感到既惊喜又骄傲 王一博面对问题时的诚恳 认真姿态 让人感觉到他不仅仅满足于流量偶像的标签 而是一个真正热爱演艺事业 并不断追求精进的专业演员 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到现金励志 追求大荧幕上的辉煌青年 王一博始终坚持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对事业的专注 期待未来 王一博的故事会继续在大荧幕上 在生活中 书写更多激励人心的篇章 黑子之所以为黑子 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良知没有廉耻 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底线在哪里 大众电影杂志 这个创刊于1950年 我国历史最久 影响最大的普及性电影文化刊物 这种年代久远的老牌杂志 受众绝对不是某一个艺人的粉丝 更多的影迷 观众 文艺文学影视爱好者都会看到 2024年第一期刊王一博封面独家专访 是金鸡奖Icon期间时长最长的一次专访 杂志上官文字部分就足足七页 王一博的回答 从容不迫 内容丰富 用采访者的话说可爱的采访对象 一直专注平和 表达坦率 敖尔思索 时常微笑 而就是这样内容巨大的专访 却被黑子恶意截图 将文中仅有的几次王一博真诚感谢采访者 夸赞自己说的谢谢截出来 然后拼接在一起 恶毒的造谣王一博采访只会说谢谢 如此大型的公开发行的杂志 黑子们都能这样无耻的截图造谣 还有什么是他们干不出来的 看到的大家 请让更多人看到王一博 接受金鸡奖专访的原图 让更多人看到王一博采访时的真诚坦率 逻辑清晰 言之有误的回答 不管黑子如何黑 都不能阻挡王一博的光芒四射 就像专访最后作者写道的 这个少年 满足了人们对偶像的一切幻想 这个青年 已经在追寻大荧幕上的绽放雨恒久 少年自当扶摇上 雨一出城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